据美国纽约时报6月23日报道 欧盟官员目前正根据各国疫情情况 就7月1日起逐步向非欧盟国家开放边境进行协商 而美国被认为是病毒传播高风险国家排除在名单之外 另外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公民也面临着被欧盟禁止入境的可能 据悉大约有50个国家的公民可能被允许入境 目前的名单草案中包括中国、乌干达、古巴等国家 不过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强制性的 只有各主权国家才能决定开放和关闭边界 美国媒体对此指出 这对美国的全球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是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表现的否定 近日全美超过20个州的疫情出现迅速反弹 为防止疫情倒灌 纽约州长葛默6月24日联合新泽西州长莫菲 和康乃迪克州长拉蒙特宣布 来自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 南卡罗莱纳州、北卡罗莱纳州、犹他州、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和华盛顿州 这9个疫情高风险州的莱克应自行隔离14天 若发现违规将被强制隔离 并自行承担费用及罚款 首次违规将被罚款2000元 第二次将被罚5000元 第三次将最高罚1万元 该命令25日临时生效 葛默表示 这不是旅行禁令 州府也会每天根据疫情数据更新 高风险州的名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6月24日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正在计划对31亿美元的欧洲进口产品 征收新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正在考虑 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其他产品清单 这些清单可能包含在最终产品清单中 需要承担最高100%的从价税 该办公室表示 最新举动是对其在301条款调查中 所采取行动的审查的一部分 调查涉及在大型民用飞机争端中 执行美国世贸组织的权利 公众可在7月26日之前 就特定产品的附加关税发表评论 6月24日 俄罗斯多地举行阅兵式 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5周年 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 动用了约1.4万名官兵 200余舰地面军事装备 和75架固定翼飞机直升机 来自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等 多国领导人出席了阅兵式 当天除了俄罗斯本国官兵外 来自中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等 13个国家的仪仗队也在红场接受检阅 其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是继2015年首次参加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事后 第二次参加红场阅兵 由于当前俄各地疫情不同 24日 有的城市取消原计划的阅兵活动 或压缩了阅兵规模 还有的城市组织了在线观看阅兵 谈及中印边防部队 在加勒湾河谷地区发生严重冲突事件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6月24日指出 此次事件完全是由于印防违背共识 但方面挑衅造成的 完全是在双方认可的 时空线中方一侧发生的 责任完全在印防 中方要求印防严惩招事人 严格管束一线部队 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又是一年纵飘香 6月25日是中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 中国各地举行包粽子 做香包 塞龙舟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在端午节发布安全提示 提醒广大游客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巨 端午节出游要重视疫情防控和个人安全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端午节期间游客要密切关注各地疫情防控部门发布的信息 继续保持警惕状态 做好自我防护 戴口罩 勤洗手 测体温 勤消毒 不惧疾 勤通风 中文化 中文化 9% 炭篮 均 vur